这辆五菱融光微面包车是小杨在2019年9月25号购买的 花了46800块 空调的一个制冷效果很差 你开到四档下面你刚才能听到的 那风机里面嗡嗡响响 但是人桌子里面还是闷热 这时候我下面还改装了一个风扇 当时在杭州前期四楼温度四楼温度的时候 在它车间里面音量下面嘛 打着空调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它有一个测温的一个温度计 你擦在风口上面 那测出来 基本上开到一档风 一档风的话是最凉的一档风 人家单身的风口温度测试度 室内温度就放在中间这个位置来测的话 是29点几度 五菱汽车浙江浙灵4S店售后的杨经理 用温度计测量了出风口的温度 是9.3度 之后他把温度计放在首扶箱附近 同样的空调模式下 10分钟后的温度是21.8度 小杨要求测量室外温度 显示接近31度 室外温度达到40多度的时候 室内温度是不是要再加个10度上去 加个10度的话 室内温度是不是要达到30多度去了 我们这个款空调 到底智能和效果怎么样 没有这个道理 这里有一个蒸发箱 就是工作 它的风从这里出来的 这个温度 电脑会监测的 因为正常我们零度会结冰 它这个温度肯定是不能低于零度的 我们正常 像刚才我们测的9点几度 8点几度的肯定 肯定说明这个是凉的 对不对 这是事实 对不对 室内温度为什么 室内温度 所以我刚才说的影响的因素很多了 这个东西我们每个人说的就不一样了 你车门关注 人在里面开车 那温度一直降不下来 人还满头大汗 是不是 这个东西 你们说是正常的 那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 那我们肯定是不认可 记者用同一支温度计 测量了采访车的出风口 温度是3.3度 维修车间里有一辆五菱红光 年份和行驶里程 和小杨的这辆车相近 出风口温度是11.1度 可以的 我只要跑出来就可以 我们的出风的温度是可以测出来的 我们出风的温度量 其次来再看我们环境因素有没有影响 对不对 环境因素影响的就多呀 对不对 我们自己的一个空间 空间度 密封信 都有影响的 就今年年初刚开始的时候嘛 然后我就跟他们反馈过 因为我本身也 之前呢 抢修车用 之前刚买车头一年的时候啊 是大概开了一年 第二年不是现行嘛 去年的时候 但因为没有这个车一排 这外地车 基本上就停在那里没开 去年一年是没开的 小杨是维修工程车的 经常要往工地上跑 车里面塞着各种设备和配件 SAS店方面认为 出风口的温度达到标准了 其余因素应该由车主负责 但小杨认为空调系统有问题 到后来我投诉他们 投诉他们呢 然后他们就是说 你给我签个协议 就是说你在保修期抄的前一天 你把车子开过来 那我把这东西给你换掉 反正换完以后 明天保修期就抄了 你们我们也就不管这个问题了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我们检测是正常的 客户如果非要换 我们就给他换 换了还真要怎么办 对不对 懂我意思了吧 这辆车的质保期是三年 或六万公里 目前刚超过了六万公里 小杨说 他反应问题的时候 里程数是五万多公里 他要求马上更换空调系统 杨说机什么的 我给你申请掉 但是前面冷凝器这个事情 我不敢保证 冷凝器要多少钱 因为冷凝器是在前面 是很容易收损的一个部分 如果比如说 散热器哪里 有什么东西不好的 对不对 那我不敢保证的 再说他这个原来是出过事故的 中间有没有换过 我不知道 应该可能六百多吧 六百多 对 那压缩机呢 因为保 压缩机可能要一千多了 后来小杨反馈 4S店同意更换压缩机 已经给他安排订货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伦中ril 订队 20233 5-6-6-150-8333 感谢观看